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来到韩版天堂AM11月第三周的更新内容 本周的更新内容有些小细节需要大家知道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更新就是活动啦 爱尔摩军团的晋级跟之前一样 使用七子回生的技能在里面消灭紫金数量怪物 就可以获得这个任务的奖励 任务的奖励依旧是这个经验药水10% 还有变身硬币以及遗物袋子 遗物袋子可以开出各类的消耗性虚保 还有蓝变的爱尔摩系列的卡片 还有红变的红娃的疾风的下司旗 好再来往下看第二个更新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再来啦 龙之杀漏活动 你只要在奇人广场跟NPC购买龙之杀漏箱子打开 就可以获得几率获得这个龙之杀漏 或者是高级龙之杀漏 他就是对于一般服内的副本以及跨服的副本经验值加成100% 还是一样注意 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启就会进行倒数 所以请确定你要去打的时候再开哦 第三个内容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内容是看一下标题 他讲的是新增护甲加持功能 他是干嘛呢 针对现有的英雄传说跟神话级的盔甲 使用祝福卷轴可以进行祝福加户制作 那至于这个加户祝福的能力是什么 等到明天三点的更新后详细资讯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总之祝福卷轴不要随便卖掉 也先保存下来 再来是他这个做法有点鼓励玩家 陆续都要朝紫装红装甚至金装的目标迈进 你在穿那种蓝装或是一般的小装备可能会落差越来越大 然后第四个是血蒙组队功能优化 他针对血蒙组队做了一些功能上的优化 比如说他从分配成一般分配 自动分配给及血蒙分配等等的 那什么是血蒙分配呢 应该就是我猜是直接进到血蒙组队统一分配里面 就是类似突起打完会进到血蒙分配里面那样子 他这边并没有名讲 但我猜可能是这个功能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从这边看到他的界面 做区隔 你也比较好去选择未来的组队队伍 然后第五个这个是系统优化部分 他是改善人物在障碍物面前的那个 那个清晰度 改版前我们被怪包是长这样子 更新后我们会有一个蓝色的轮廓在自己身上 会比较那个凸显的人物特色 然后再来就是下面这个 如果是在跨幅副本的话 就是你原本是想像一个目标在你前面 你自己长这样子 那今天如果你开起来之后 就可以在这个怪物后面明显的看到这个对方的位置跟他的外形轮廓 那如果攻击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 选择目标就变成红色 你会比较好看判断你目前打的对象是谁 不会被这些NPC给阻挡 然后你在那个环境设定里面也可以选择开启 这有两个 一个是开启或关闭自身的轮廓显示 一个是开启或关闭对象的轮廓显示 然后第六个更新这就是我们的周末制作啦 韩版这周的周末制作蛮多内容的 第一个就是特殊圣物卡牌抽卡包 他是机率制作的 也是1%一次10包 再来这个是用1200的变身币去制作这个 变身 变身卡片选择箱合成卡片 下面这个是制作娃娃卡片选择箱也是合成的 然后这边是圣物选择箱也是合成的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是用7000的变身币去拼天上骑士 70万的就等于说100次的机会上去拼 这是用7000的娃娃币去拼独眼巨人 这是用7000的名誉币去拼最基本的红色圣物 叫什么名字我突然一时之间忘记了 好像是什么杜拉罕的头盔吧 应该是 好再往下看 这边则是用 那个活动道具 30个一般袋子或10个高级袋子去拼这个自选卡 红变红娃或者红圣物的自选卡 都是只能合成的 然后再来这边是这次的紫变紫娃卡机率制作 紫变是那个月之斯利安 紫娃是冰之女王 然后底下就是本周的长周机制作啊 像加6水晶 加6徽章 9楼十楼福等等 然后这边有他韩国这边放出了许多新的道具内容 你们稍微看一下 变身保底点数 娃娃保底点数正常的 现在新增了圣物的保底点数 之前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东西 现在出了 然后再来这边就他基本上是把所有的 呃所有的箱子都放出来 其中比较特别是这边有几个箱子 我讲一下哦 他这边有所谓的一般的合成选择卡 合成变身变身合成选择卡 娃娃合成选择卡 还有什么欧灵痕迹自选卡 然后什么那个孟业之岛自选卡等等 但这边还有讲到几个是比较特殊的 第一个 金字形神塔自选卡 保证红卡 我说过了嘛 像这些未来出的一些特殊系列的卡片 早期都只能用礼包 那个最高级卡包用抽的 后面会陆续开放 呃机率制作 再后面就会开成随机箱子 到最后一阶段 就会直接开放自选卡 所以 为什么我之前都不去拼那个 因为我在等他出这个自选卡 未来他的自选卡会越来越频繁 我们直接用选了就好了 不要去跟他拼那卡包 所以他在这边已经有开放了 金字形神塔四大骑士的自选卡 以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特殊圣物自选卡 卡箱里面就是不死鳥羽毛 以及三个稀有的生物 双刀弓还有魔杖 都自选的 好 再来这次加开了这个长洲的限定制作 就跟我们平常 限定制作那商城里面是一样的 就是紫色神秘生物卡片 再来看一下这周的礼包目的内容 他这周新出的这个三色粉卡礼包 这是台币包 他里面可以获得这个三色粉卡选择箱 以及一个凭证 还有龙钻三百个 那这个凭证可以做什么呢 他可以制作西游记系列的卡片 制作那个 纳格巴斯系列的卡片等等 那这边这次比较特别是他用八个 可以做成自选卡箱 前面这四个是做随机卡 后面是选择自选卡箱 所以你如果真的缺一张纳格巴斯 或缺一张西游记 老师错不到的话 你就直接买满可以做自选 最后一个就是神秘卡箱自选 等于说八包买满 你就算不要上面的 也可以保底红一张 然后这个就是本周韩版的钻石礼包 2000钻的礼包 里面给的是3000高级粉末 以及5个综合硬币箱子 还有一个凭证 以及一个那个卡片选择箱 卡片选择券 那这卡片选择券就跟之前一样 金字琴神塔以及其他的卡片 然后这次的这个凭证 可以制作的内容有什么呢 他这次回到了一个 比较稀有的硬币制作 他用八个凭证可以制作 那个变身或者是娃娃币 110万 失败的话给70万 大成功给200万 然后如果你用两个去拼的话 就是成功给70万 失败给你一个神秘变身卡抽卡包 然后这边你也可以使用八个去保底兑换 50万的圣物币 或者是用一个去换5万的圣物币 那再来往下看 这次的16个制作就是三个神秘卡 保底红啦 然后这次是没有开放紫辩保底点数的 好了以上就是韩版11月第三周天堂M的更新内容 大家还不要忘了明天11月15号 还会有韩版公告的下个版本 虚空之力按其改版的相关内容 记得尽情锁定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帮你们分析吧 好了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